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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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做得好 走 走 这个要不然我们上个篮吧 上篮 上篮 有学历 赶随便 赶随便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好 恭喜我们的静哥 请我们的静哥去到我们的holding room 一会儿见 男人 下面出场的是谁 Journey 猛将 猛将 也是我们一期年的队友 对 猛将 有请缩唱风暴 I for Journey 艾普杰尼来自新疆库尔勒 今年31岁 缩唱功龄14年 绝对是Young OG 我上一次参加说唱类静眼类节目 是六年前 六年的时间里 其实我的变化是挺大的 五段时间陈殿下来自己有做思考 然后现在就是慢慢地越来越通透 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我什么 我Journey回来了 我已经不用再去模仿别人的Hip Hop 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Hip Hop 我们都知道Journey去年的时候 参加了很多的综艺 但是呢 杰尼偏偏没有来我们的中国说上巅峰对决 对 那证明是不是我们的节目还不够火 不是 不是 是我不够火 其实也是期待很久了 我想把我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所以去年一直在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 欢迎杰尼 请去往你的篮球康 真切 我觉得杰尼这几年他是一直在做音乐 我觉得上综艺这个事情见仁见智 不改变你的自己本心的一个初衷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毛病的 是我自己 他会选谁 黄旭 黃旭 我们要不要猜猜今天谁第一个一来 就 lockdown 估计F journey 我猜黄旭可以 我觉得黄帅应该可以 圣语球都打得挺好的 对对对 OK 说中了是不是 是不是 看来 吴哥今年是准备好啊 这个太顺丧了 这个太顺丧了 哦 好好好 耶 拜拜 我是VZ张子豪 对于大家来讲 我可能是一个声面孔 初次见面 请多指标吧 他是十亿播放量的音乐人 单曲评论 十二万家 我特别给予厚望的一个后辈 我就已经前驴即穷了 他已经能作为新的东北rapper 代表我们出战了 你现在还觉得 单压算不算压 十八不十八 哦 那单压也算压 呃 嘿嘿嘿嘿 那那是算还不算 我希望将自己真正的实力展现在巅峰对决2023上面 这一位 肖恩是一个旋律比较刁钻 同时也能出爆单的一个巅峰 对 来自南京4L 不一定是最强 但一定是最棒的男人阿腕 虽然我没有冠军的头衔 我没有很多头衔 但是我一步一步做到现在 我也是配来巅峰的 他有一个很火的崩拜 其实我也是写崩拜出身的 其实我也是写崩拜出身的 所以我也很喜欢二万的风格 来到我们的巅峰说上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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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对你的好朋友 有什么想对你的好朋友 早安说的 就是 就是 放开玩 别管我 我能自己玩明白 什么 二万是一个 我觉得二万真的大家需要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二万真的大家需要去了解一下 非常温柔和可爱的人 能够能从外貌上完全看不出来 他能真的很可爱 做非常纯正 唯有很正的崩拜的一个选手 我认识 包括我做手上都是他带我入的行为 别管我 我一直知道他 没有见过他 我有看过那个 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认识到他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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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o Z 中期来自杭州 今年35岁 说唱功零七年代表作品 Love Paradise 被称为杭州rap之光 中期这是应该算是你的第二次走红毯对吧 对 对 我敢承认的第二次 那和上一次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有很大量的借鉴我上一次失败的经验 就是不要跟上次一样怎么样都好 Tango Z 他其实常常上热搜 因为经常看见他在直播里面跟粉丝互动的话很幽默 Tango Z老师直播真可以看看 真的太下饭了 具有意思 但是我跟你们讲Tango Z贼猛 我觉得这个节目上面如果有人会被低估 他应该是最可能会被低估的那个人 大家都只被这个所蒙蔽了 只被他的热搜体制所蒙蔽了 但有趣不等于说唱不行 从事任何行业都一样 大家都想要去行业的巅峰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选择来对决 因为我想看一下巅峰是什么样子 这边是巅峰写不可一世的说唱风味摇摆人YJ Young Jack 年轻的杰克曼书克 其实我来之前包括去年都会有朋友建议我说你不要来不适合你 对我而言我今年来我更多的就是想挑战自己 因为我想吸收和学习到更多的能量 我是来吸取能量的 对 其实我来之前TT跟我说 谁谁谁肯定不会来 我说肯定来 后来那个人就来了 我跟你换一下 谁啊 麦克官子好不好 反正他来了 所以你们刚才说猜谁来不来是猜谁 瘦子 上一个演出我们碰到我就跟TT说 我说瘦子会来 他说你相信他拍大的你相信我 肯定绝对不会来 是因为你们都很喜欢瘦子 对啊 你不喜欢吗 超喜欢 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 顽童是台湾地区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 我也很喜欢在KTV展示他们的歌 他们是很早期的南部Soulside 配得上用Sweat这个词来形容的团队 我特别期待顽童来老牌进旅 顽童的歌我以前经常听 他们玩的风格特别新 全部的三赛选手都应该很期待他们来参赛 因为瘦子已经代表了台湾最强的rapper现在 那他们是不是得来巅峰对决一下 台北超人系组和顽童MJ116 其实MJ它是木炸区英文的缩写 116是游政编码 我们准备要飞 没有翅膀 拿我们走 跟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吹 我们准备要飞